目前一度热销全美的香蕉船防晒霜 因被检测含有致癌化学物而被召回 因在一次内部审查中发现一些样品含有微量本 香蕉船的所属公司埃奇维尔个人护理产品公司 主动召回了三批香蕉船护发防晒喷雾产品 审查结果显示 本并不是来源于香蕉船产品本身 而是来自罐头中喷射产品的推进剂 本被列为人类致癌物 呼吸、入口和皮肤接触本都可能导致癌症 包括白血病和骨髓血癌以及其他血液疾病等 FDA补充说 到目前为止 埃奇维尔还没有收到任何与这次召回相关的消费者不良反馈 埃奇维尔已通知零售商将该产品召回并下架 产品名称是 6盎司的香蕉船护发防晒喷雾 防晒指数30 P号位于产品底部 分别为 P次代码20016AF 有效期至2022年12月 P次代码20084BF 有效期至2023年2月 P次代码21139AF 有效期至2024年4月 需要强调的是 除了上述三个P次产品 其他香蕉船产品不包含在召回范围内 对此召回有疑问的消费者可致电埃奇维尔公司热线 1-888-686-3988 每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 也可以访问其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uuritched by结架 1-888-922は